哎好了好的今天依旧是由小萌来到09平台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一部TK的视频啊 然后小萌最近也是感冒了 本期视频的声音应该有一点嘶呀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啊同时大家也不要在夏天啊 注意不要感冒了好像这句话有点奇怪 小萌确实是在夏天里面感冒了 然后回到游戏当中吧我们这把TK的话 这个英雄算是小满的绝活了啊 这么多英雄里面TK算我玩的比较好的一个英雄 相对来说相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英雄算我玩的比较好 那小满但是在6.85里面也从来没有录过这个英雄 就是因为6.85玩TK也太单甜了 他那个拳水回复速度太慢啊 他那个拳水回复速度太慢啊 TK又是一个平常需要回家补给的影响 他拳水回的太慢 我录起来也很担忍 大家其实也没有必要在6.85去打体验 玩起来也会很担忍 没有什么大家学习的必要了 那6.86的话这个拳水就感官来说的话 应该是6.85拳水回复的4倍 差不多有这么夸张啊 所以自然而然TK这个英雄可以拿出来用了 就打个比方啊 就一个人口渴了他喝水 之前就像是拿那个瓶盖在喝啊 但6.86就像是拿着矿泉水瓶在喝 这边的话他也跟我对A是打丢失的 而且我有机会这边 但是他也是非常机智 我估计杀不掉 因为他发现情况不对 立马中速之数 基本上中速之数 能够挡掉前期对拼的那个普通伤害的 就是我A他一下 然后在他那个攻速之数的回复 就能够差不多挡的 然后看说到 首先这个英雄就是全数回复增强 这是一个通用的增强 但对TK来说是 比起其他英雄意义也要更为通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大招 就要之前就是大招的魔法消耗是减少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强 所以现在TK升三级大 不像以前那么有压力了 你以前没个撑魔的神装 你根本不敢升出三级大 因为你刷不了 你可能对了刷一波 刷第二波就比较吃力了 但现在的话感觉 直接到16级都可以直接升三级大 我感觉再跟他绕 要跑自己绕死 然后这个版本还有一个装备就是以太 特别适合TK 以太师加加技能输出 然后同时也增加施法距离 就我放大根啊 放E啊 这些距离都会增加 就意味着我放技能就更安全啊 TK升三级就是你要做到深出鬼没 人家看到你就已经死了 你不能平常被对面打到啊 所以你放技能 隔得远的话就对他意义非常大 再加上那个 增加那个技能输出那就更加气候了 本来TK就全部是技能输出 这边的话啊 他吃不了我ET 我这边有一点试验 好的 我这边放导弹的话还是稍微稳重一点 毕竟我 我们这边的眼是插在下面的 没有插到土道 导弹千万不能放空 然后 TK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动 就是他这个E啊 其实这个版本 TK叫之前改动还特别大 都主要是增强 但这个版本的大节奏就是 大陆受影响都是在增强的 他这个E 是现在司法距离加了 而且那个抬手的那个动作是减了 这司法前妖剑了 就说以前E基本上就对线加个两级就够了啊 基本上就主T然后复C 当时不主一T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个E确实 你想去丢的话 你很有可能让自己出于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那现在不一样了 这个T抬手也更流畅 然后距离也更远 所以现在比较流行也比较好用的加点 就不是像以前只加两级E来兑现了 现在直接就是一二对的 因为E他是一个神圣伤害 其实伤害 这个就伤害技来说他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总的来说感觉TK看似一点 就是各种小改动 这点那点啊 包括新加的装备啊 让他这个英雄完全打法都变了 所以现在我对这个英雄的理解就是 不像以前直接出飞行 而是先出一把跳 因为你出了飞行你一T也刷不了钱 好的我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支援 特别狠 是一二对点 就说如果你一T对点你比较顺的话 你像我这把这会儿我就已经有飞鞋了 但是我飞鞋其实并不能帮助我顺利的把一T打上 倒是跳刀是可以的 跳刀可以帮助我把一T打上 而且前期的话也没有什么兵线让你刷 而且你也没什么刷先技了 所以这个版本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至少就我视频啊 因为我以前是烂玩的 这个版本就是主一T 然后出跳刀 不像以前的话是先出飞行 看我这边的话也是 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啊 我没有加出四级T 我就知道我一T不够 但没想到升一级之后 我还是在没加点的情况下 我还是放不了一T 这个一跟T都是你加的越高后面越高啊 然后TK有了跳刀之后 基本上就属于怎么出装呢 就是可以直接搞个大跟 也可以直接出飞行 这个都可以看情况了 不过我一般喜欢出大跟 因为跳的跳到都出了 跳到就是为了让我们把就是 把伤害打够啊 那我们再来个大跟 有了跳到的帮助 大跟也是可以 发配他的作用 哎还是 想过来两压清兵 但没撩到我这边是有心眼的 这个杀掉了 这个觉得就比较顺了 再打个比方 我这边假如不出跳啊 除非血其实是很尴尬的 大家也可以想到 不过他说这把怎么老在打比方 比方又没有惹我 就比如啊 比如出跳到 比如是什么 这把明明是我在出跳到 为什么是比如出跳到呢 这边有人跳 然后ET也伤害特别高 基本上如果有队友配合 那肯定就是杀了 如果这个ET在跳刀的配合下 打中两个技能 甚至接两下左右的普攻是毫无问题 配合队友 那就基本上就是10拿9 如果对面血再惨一点 我单杀像这个人 但是我还是看能不能ET出来好的 毕竟我要跳过去ET的话 万一这件事怎么斩啊 斩起来接个转 我是很容易死 但如果我ET不到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跳过去ET 大家可以看我刚才ET的距离 其实是很远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版本 就是不像以前ET就加了两个对线 也要主加的一个原因 现在放E哪怕没跳到我们也是可以 很远就能放得出来了 就比较安全 不会因为放E把自己给搞得被先手 这个英雄还是要后手切入 打TK需要后入 后手切入 简称后入 不过话说我有点纳门 我刚才站那个位置到底 因为我是看得很远 是不是因为是河道远的原因 还是我们在这边看的 反正弄了一下 没有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出的跳到之后 会有一两波比较舒服的杀人节奏 一般来说 会有 杀两个人 这边也就一线出头了 这会儿你就可以展望一下你的大根 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大根 但出跳也没有问题 不过既然出了跳到 还是大根PET最少 秒一切 几乎秒一切 不过这个版本 因为那个挑战性价格很高 有的人出个挑战 你就不要了 过分的去搞它了 但这个E挑战是躺不了的 哇 我这个T 可以 很舒服 但是我在这里 我并不是说以前那个 我们 否定以前版本的打法 依然觉得以前那个版本 就当时情况来说的话 是很合适的 但确实这个版本 像以前他们玩 就真的是坑了 我真的是报警了 这里我 就差一个兵 就是大根 就是大根 不过也好 不太顺利 没什么意思 咳咳 我觉得这个版本稍微有点慢 感觉这个水船丢的不是很必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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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队友 我刚才节奏断一把还挺强的 本来我这块是处于一个跳的大根 这节奏 像影魔这种 已经不太敢出现在我的试验里了 我刚才说的那一套 如果有队友配合的话 一个踢过去两个英雄 对面两个英雄都吃 然后用E 瘦一个 然后还有个把个残血 再对着A两下 三杀四杀 直接刷屏接着走起来 我把大根拿到 这份的爆花就有点恐怖了 一剃加大根 最关键的是我这个跳刀啊 的配合 让这个技能 就是说 其实只要我打起来 我想给谁 都能给得到 最关键的是 我在单杀的时候 这跳刀能够帮我做A好几下了 你假设是 你飞行你走过去ET 你最多ET大根 已经是几下 你不可能还打几次A啊 不过我好像有点高估我的输出了 不过我好像有点高估我的输出了 我好像撑了点血 我 我想的一套就把他秒了 结果他还 一套接一个 不忘他的死过来 这样的话 因为我刚才没太关注到龙骑士 我这样的话 我都跳可以跳得更激进一点 给多A呢 好吧 这边 没事回到家 其实我们飞鞋 前期可以用那个来取代 等一下我先说不得 给他技能 他想直接拉我 说不得直接一秒钟 就把爆发技能都给上 就在我们出飞鞋之前啊 就说 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机动性啊 我们同样可以刷TPCD的 所以说 怎么说上前期 你的输出会被 没有办法被其他出方路线取代啊 但无非鞋的路线是可以被TP 很大部分来取代的啊 哇我这边 把后面被插到 不然我感觉要死 后面是有个人跟进了 所以说在 因为能刷TP 所以我们 飞鞋 其实优先就更没那么高了 所以我们再涂了 跳到大根之后再涂 是比较好患的 因为那个 那个 TP也就50块钱而已 很便宜 如果想以前是100的话 你这平方 就飞出来飞回去的 还是 有点伤 50的话就没事 但是如果你说飞鞋的话 你会拖你的跳刀的时间 拖你的大根的时间 可能你刚好ET能杀人 的时候 你没有跳刀 你ET 那个E不是很好放到 结果 你出飞 等你ET杀不到人了 你那会出个跳 你跳过去 一体也打不死 好 结果等你 出到大根的时候 反正是晚 你如果出飞的话 就是让你的 出出晚一点 就是这样 就刚好人家也在跟装备 就刚好导致你的 你的输出不够杀人 我稍微感冒人 有点意识 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说什么 意思希望大家能够 有点意识 打不到人 结果 当你出了飞鞋 ET的时候 飞鞋跳到有ET的时候 你跳过去 ET又杀不了人 其实你那会如果是个跳刀加ET 如果那会是个ET加大根的话 你就能杀 这会儿 这会儿我ET就杀不了人 但是我刚好有他跟 那这边节奏也非常的好 我们就靠多说 赶紧开始这期视频的观众互动环节 这期观众互动环节 就是有个观众给小满发 站了心就说小满 我也是刚谈了个女朋友 准备过两天带她 一起去夜店 去碰个地 去玩一下 我就想问一下 这边的话 军团脸一黑 说是吃辣食块 我也黑了 原来这个人是我在非洲的兄弟 感觉跟这边有关系的全黑了 好吧 刚才应该是帅哥不惨 健身在后 不知道他在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我们还是说为刚才观众互动环节 就是有个同学带他女朋友去碰地 但是他 其实之前没有蹦过 第一次去碰地 还要教我 让我问我一下怎么碰地 没有蹦过爹的同学去碰地 其实去碰地 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跟着 你只需要跟着音乐的节奏 用你的脑袋在空中 画一个粪子 下面一个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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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脑 用你的头 跟着音乐的节奏 在空中画一个粪子 画一个粪子 怎么这一套 对我来说 他骂得像是 像是个绕口令啊 而且是绕不过来的那种 好吧 今天的神秘情会 也不太适合跟大家扯的 不过的确是 这期视频有点久 而且 小马尊也在帮同行狂师打广告嘛 人家钱也付了 你不可能 收了钱不干事是吧 当然我一定要强调一句 不是人家来推我 只是说 确实是有点久 好卡啊 等一下等一下 那这边既然说到狂师的话 小马这里就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了 大家如果有需要广预远的产品 可以加屏幕中部这个狂师的威胁啊 东西是妥妥的靠谱 而且广预远也是市值上百亿的大公司啊 更何况狂师他做这个产品 已经是有两年多了 所以 就是如果人家也是个公众人物 哇 完了 所以他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的话 也做不了这么久 所以说 他们两个拳头产品 主要就是一个是桂林级 一个是丁坤丹 都是国家级的保密配方 像小马这样 身体免疫力不行的话 其实都比较需要他们这个产品 回头可以去咨询一下 但具体的话 大家可以加到狂师微信来问一下 主要是增加这个 那个那个像什么强身补牢固身补气啊 增强身体啊 像什么睡眠不好都没问题都可以吃了 而且怎么说呢 他那边 那边大家如果收到产品有任何的不满意啊 都可以 来回 那个 不满意就包来回的邮会推翻 如果满意也可以推不满也可以推 大家也可以收到东西去这个淘宝 扫一扫 可以查明真伪的保证是赠品 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可能有需要的话 有需要这方面 广远远的产品可以去加狂师微信了解购买 支持一下 因为现在 其实视频解说也 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基本上也不赚钱啊 完全都是靠兴趣在做 狂师也是持续在更新的一个解说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像咱们这种 医老 也可以说是真爱吧 像之前有很多 就不说 应该是绝大多数解说都已经是不作试验了 其中的缘由大家肯定都懂 这个影帽出了个影道感觉刷起来 有点无法无天了呀 必须去制裁他一下 看怎么办 还是刷一波吧 然后出到这个装备的话 就是搞一个 以太之境 就是这套装备 把大根生满就可以了 最后 把瓶子 等一下等一下 让它克制结束 然后我们其实落地啊 就打的 就是在放技能那个间隙 或者放完技能之后 就地放个C 在打架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这个东西 比如说人家有来支援的 会被打的跳刀 或者有些残血绕绕林子的 会被那个 吸死 哎 他又尴尬了 这沉默有点爽 我都不敢说 他脸一黑啊 我怎么感觉有点危险 就是他刚说完 像是立了个flag 然后本期视频片尾也有狂吃的那个 介绍啊 大家可以吃的话去画片尾看一看 那这装备路线 说到这里就是武器大根 然后肯定这个瓶子跟魂戒是要换的 这两个肯定会换一个羊刀 胡献羊嘛 最后一个道具 就是看情况 如果对面是像这把军团的话 我会考虑出林肯 比如说有军团末日长那种 你先手点空的话 就出林肯 你要么的话就出希望 主要是这两样 哎呦完了 这一波我还以为是阴他结果 完了 话说这龙骑士是不是应该先喷火 他那个喷火减攻击力减的还挺多的 不过这会儿还没到我的完全底 待会儿我还是早点加个三级大吧 刚才打的时候 介绍的时候要给大家说 三级大现在可以加 但是我那么多年TK三级大不敢加 右手键一直 在能加的时候给他再加黄点 不过这一把我还挺被克的 对面阵容比较克我 然后几方还没有前台 其实这些他都不足够可以变的 再刷一个 可以可以他让出去了 哇这个人是真的克养女魔的话 哎我没跳出来 不过应该没有问题 我刚才失误了 我本来操作了 可能跳飞行快了吧 刚才如果三级大的话 你呢应该就死了 就不会杀的这么磨叽了 我也不会有危险 这有的时候杀人 你虽然最后杀了 但是因为你太磨叽了 就会导致你这个 哎完了我又点错了 哇这习惯习惯真的很可怕 我感觉 哎这边 习惯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 都是下一次的一 话说他为什么要留我 搞得我现在有点忐忑 搞得我现在有点忐忑 我刚才用了一个操作 大根 然后在shift跳往后跳 如果他不走的话 我就是跳下来一个大根 然后你看到跳到闪了之后 你手动再按一下T 就会出现一个跳到 就是大根了往后一跳 在一个导弹飞出来 如果跳到地 就是跳回来的同时你点刷新 因为是三级大 所以瞬间就 他如果有点犹豫 或者没有立即跑 甚至有的时候都跑不了 等他没反应过来 你又跳上去一套他就死 不过TK这个英雄总的来说 你哪怕很需要林肯 除非特别需要 忽然都是牵出羊刀的 这把比较克的就是小强啊 因为TK需要比较行云流水的操作 但是小强能够用壳子弹一下 我跳的位置跳的不好 其实我是一个抵探 我这个仇恨是超级跑的 哪怕露出一点破绽 但是我们这边人比较多 谷底长还正在被队友吃 这边的话 我说 我这边已经没什么魔了 而且那个人又跳到我只能 哎我 我他妈的报警 还算我这把做了错过的示范 但是 现在TK的三极大 不要像以前啊 吃吃不加 你只要有我身上这些装备的话 就已经不用夹了 我手 是有点手键 而且意识有点模糊 大家别看我这套操作好像挺流氓 这都是下意识 多年以来累积的习惯性操作 简称G操 嗯 鸡操解释一下 你别说用手了 就是用鸡来操作 也能卡到这个效果 嗯 然后不过这 这一把 有那个 影魔 其实怎么说呢 如果影魔是跳到吹风 这种影魔的话 其实作为TK来说 还挺需要 出一个林肯 就是这种情况下 我看是说 在比较少的情况下 特别需要林肯 我们才会跳过羊 到先出林肯 一般的先出羊 没BKB我先刷 多大BKB还没结束就已经死 因为像如果影魔是出 这个跳到吹风的话 你从这边刷 他只要蹲你一波 你只要落下来啊 他把你吹起来就能了 如果你有个林肯的话 他就是拿你一点玩法都能 而且能追着他打 但这把你们因为 不是出风魔鬼 这个不过一般来说的话 能出到六神的几率不上一半 通常就是他装备 五级大根 在这后三级刷新 对面就玩不了了 这感觉 哎呦我这边的话 我这边有高抬眼 所以说我可以追一下 但是我这边的话 突然还是被他卡了视野 这一波非常的尴尬 不过我因为是有买 所以尴尬是尴尬 尴尬 有买 就还好 他这边 上转完就有息 他这边就归我 真的很 一般 一般那个三级刷新加五级大根 就是加我这套装备嘛 一般对面 就是 收割两波团 对面就没了 我这个E真的是 距离 好远 所以本来E就加了距离 哇 那个E他又加了距离 就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刚才有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我是Shift给了小强技能 结果 穿了一个军团 导致我这一波 资源是属于雨露军战 导弹是两个都吃了 但是 怎么说呢 我给E跟E跟E吃了一个 这两个技能其实才是真正的输出剂 大根 5级大根 是 那个 输出高E的话是真实伤害 不管你什么 你除非是磨免状态 不然的话 挑战敌制啥都没有 好 这一把我准备出到一个林肯 我就可以抽脸打 因为有军团 一拳一拉还是挺强的 我现在基本上一回家 把装备一刷 再往 那我现在 再往家 因为我们往外踢是有三秒钟嘛 等你落地的话 就属于你基本不用在家等 你直接刷好技能 有飞就走 以前的话就是属于你什么技能也刷好了 人还要在 拳势里面和平和半天 出个BKB 就他们早来出BKB了 刚才我也是 展示了一个 顶着伤害强行刷新的一个 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可以说 有的时候TK被人家留住了 你跳到打断了 你这会儿 其实最好 如果是三级刷新 当然这是针对三级刷新的时候 如果你有三级刷新 你要做的不是跑 而是立马刷着疯狂按跳 是很有可能跳得出来的 好吧 这些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非常暴力的TK 然后其实对面胜率也还挺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视频到最后也是 希望如果大家有限 跟小妹一起卡托他 一起来吹吹B的话 可以加微信 这是有常陪玩 刚才小妹说了 现在不是很容易 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来支持一下 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来支持一下 你会有一些情绪啊 一些羊盾挫啊 一些羽情 你来衬托他 这些视频就说话 就比较会劲了 可以 随便给大家 挖一挡 但好在这个医生 也算是比较有观赏性 比较暴力吧 希望没有浪费大家时间 好的 好了 爱生活爱抖他 我是狂师 大家不要管视频 你们没有走错片场 广大小满视频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狂师 今天过来穿厂子 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广育员的产品 广育员呢 清代四大药店之一 跟同仁堂 陈礼记 胡庆余堂并称 他有两个拳头产品 一个是桂林吉 一个是丁坤丹 这个是桂林吉 这个是丁坤丹 这两个都是国家级的保密处方 其中桂林吉呢 更是中药四大保密处方之一 跟这个云南白药片仔黄 雷允上六神丸并称 然后我从小就这个药厂长大的 所以对这些药比较熟悉 像这个侧面是桂林吉的功效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强身补脑 故身补气 前八个字 然后后边要真净食欲 用于肾亏羊若 记忆减 叶梦金一堆 反正一堆 这个是根本上条理匹圣的 像简单滋补的话 两盒 一个辽成六盒 像平常大家劳劳累了 精神不好了 睡眠不好了 这些都可以吃 还有就是小兄弟不给地 这些都可以 这边是故宫博物院相思写的 碳密龟林吉皇家养生 这个原来是皇家御用的 是从嘉靖皇帝开始 明代的嘉靖 然后赐的名 大家有兴趣可以百度搜了解一下它的起源 这个起源这个书上就有 是在这儿 明嘉靖皇帝赐龟林吉 然后像万利拉乾隆 乾隆的时候有三宝 其中一宝就是归林吉 那个央视的电视里边都有讲 就是我忘了那个是 我是大中医 好像是这个节目 像丁坤丹的话 上最近上的那个就叫非凡将星 张国立和杨迪来我们唱的 然后归林吉的话 在本草中国第五集 有这个详细的介绍 除了这两个产品 还有像衍生的归林吉酒 归林吉酒分家味归林吉酒 还有剑字号的归林吉酒 250毫升500毫升大小都有 这种是礼盒装 礼盒装是两瓶的 价格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然后具体了解 这边都有礼品档 定坤丹的话 就调精疏欲滋补气血 像女生有痛精啦 气色不好啦 精神不好啦 都可以吃 像这个女的是肝尾本嘛 所以就是滋补气血 女的是男的是脾肾 脾为后天 肾为先天 说到了 这个就是归林吉酒的包装 这侧面是它的功效 像这个药的话 都有这个野生动物许可标 大家可以进出看一下 这是林业部门颁发的 野生动物许可标志 你看这边 这个 野生动物许可标志 野生动物许可标志 这个是轻心玩 轻心玩的话 也是有这个野生动物的许可 专用标识 其他的话 这边还有安公牛黄丸 这个对预防脑梗 脑医血这些 其他的话 有具体了解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暂时就说到这里 祝小满视频的朋友 这个天天开心 万事如一儿啦